天下间,所有的妈妈都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快乐成长 但是当你开始发现自己的小朋友有点不一样的时候 做妈妈的都会很迷惘,还有不知道怎么算好 杏鱼妈妈在杏鱼一岁的时候 就发现杏鱼和她两个姐姐有点不一样 她好像对人有任何反应 之后杏鱼接受评估 发现原来杏鱼是有自闭症 在旁黄之際,因为一个WhatsApp的信息 让杏鱼妈妈了解到APF的服务 而这个服务就带给杏鱼妈妈和她的家人 在旁黄里面带给她们曙光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杏鱼妈妈的分享 说话方面,即是阅言 她之前真的未来这里之前是不会说话的 你教她说,她完全都不会,她说不到 我担心她是否真的不会说话呢 因为听过有些家长说 小朋友去到四五岁都不会说话 回到第三天,已经会说麵包,即是面包 我平时给她吃些麵包 她放学时会说麵包 我那一刻觉得,哇,这么神奇 回到第三天,已经会说麵包 即是她之前有一个,有没有音 是那些BB话,你完全听不明白的 这样,接着第三天,已经说麵包 姐姐教了她,姐姐说她麵包 她又不麵包,哇,很神奇 是呀,之后我带她去公园玩 即是上了一星期左右,带她去公园玩 我有带水和包 她会走过来说水,又走过来说包 她自己要吃 即是一路玩,玩一会儿又口渴 或者肚饿想吃,就走过来要包 即是不单有那个语言 是呀 你懂得有一个沟通的方法 是呀 你懂得和你沟通 是呀 所以我觉得进步了很多 我都很开心 你个女儿懂得说包,懂得说水 接着 接着 之间我们半个月左右 即是两个星期左右 有得观堂一次 都发觉她都进步了 即是又会弱了 即是和姐姐玩 即是互动 是的,互动很好 即是反应都快了 你可不可以给一点点礼事 即是好像她怎样和姐姐玩 以前是可能和姐姐说话 她不会认姐姐的 但是到现在 可能姐姐和她 一起玩的时候 她又会认一下姐姐 她是怎样 即是她那种转变 转变 是社交 那姐姐可能和她玩玩 应该说姐姐 教她东西 她会给到反应 无论卡 图片卡 她很多都认得 会说出来 虽然未必说得正 那个发音 但你知道她想说 想表达那样 即是她认知方面 认知方面 她又要做到 进步了很多 就算现在回到学校 刚刚想见到 回到幼稚园 老师都说她认知方面 聪明了很多 第一天 她有两个老师 第一天 其中一个老师 突然走出来 她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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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 开心 比较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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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说话 想和外陪的老师说 看到她们很有爱心 是付出了爱心和心机 就是不停地和她玩 透过游去教她 才有这么大的进步 你看到是很感恩 很感恩 很感谢她们 还有很感恩 很感谢外陪所有的职员 我觉得游这个机构 真的很好 之前不知道 也是抱着 试一下的心态 免费一个月 试一下 有没有进步也好 但想不到来到是进步这么大 我也希望有其他小朋友 都可以接受到这种治疗 就算我身边朋友 即是姐姐那些同学 妈妈都问 接触了我的杏鱼 就发觉她 咦 撞步了 没有这么担心 她跟我说 没有担心 如果你都想 肯认杏鱼妈妈的呼吁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自闭症小朋友 请捐款支持APF的服务 你可以将捐款直接传入APF匯豐的银行户口 或者登入APF的网站做网上捐款 又或者寄支票给APF 你的捐款可以为更多自闭症的小朋友 带来希望带来改变 多谢